台南安平16号发生凶杀命案 一名王姓男子被仇家追砍身亡 内幕案情也曝光 原来死者在生前开毒趴 遭到警方击查 逃跑的过程当中 遇到曾经发生过嫌隙的脚头小弟 死者先拿到伤人 事后被追杀 身重多刀不治 目前警方也已经掌握了嫌犯的身份 其中一人已经到案 两人正在介护中 剩下的两个人还在追起 路口处一名男子紧急跳车 骑士完全不顾他的死活 拼了死命催友们下去 原来是后方这台红色轿车 正在追杀他 没想到 机车被撞个稀巴烂 倒卧在停车场 现场血迹斑斑 原来是骑士已经遇害 这户车十万火急赶到现场 但由于身上多处刀伤 骑士送医治疗后还是宣告不治 而这起凶杀命案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昨天是有接候情知 这个疑似 有人在汽车旅馆 要开这个毒趴 那我们立即派人去侦查 原来这名死者 绰号叫阿杰 16号晚上和一群人 在汽车旅馆开毒趴 没想到警方前往稀查 阿杰乘机逃跑 却在半路遇上 之前曾经发生嫌隙的 脚头小弟一群人 阿杰先是持刀划伤他们 接着在劫持 两名来台南旅游的大学生 急车逃亡 双方在大马路上追逐整整一公里 最后脚头小弟在停车场内 先是开车 重装阿杰 再持刀横砍 迅速驾车逃逸 刀法这个蛮锐利 我们这个不排斥 是开三刀这一列的 因为目前这个主嫌还没有到案 所以这我们会进一步 厘清进一步来查证 事后警方找到嫌犯犯案的红色车辆 但当时车上早已没人 原来他们已经汽车逃逸 上面还可以看到触目惊心的红色血印 目前警方已经掌握嫌犯身份 其中一共有五人涉案 一人已经到案 两个在医院接呼当中 还剩下两个正在逃亡 警方将会全力追查 尽快将人逮捕归案 据由黄富奇台南常常报导